翻新老爷车啊 奔驰 G1350啊 老款奔驰 最有质感的奔驰 最爽的奔驰 咱们先到车主家来拿车啊 这个车够老吧 拿回去好好翻新一下 给它翻新成准新车的状态 线路哪里有奔驰 这个黄灯是弄好之后 然后过一两天就有黄灯 弄好之后过两天又黄灯 好的 行 这次给它彻底解决掉 然后翻翻新了里面 拿到手的第一个问题就给我一个下马威啊 灯泡灯泡不亮 故障灯 故障灯亮这里啊 现在我们就开着回去了啊 兄弟开我的车啊 我开自己车 然后呢 让另外一个兄弟开这个奔驰开回去 兄弟啊 高清海拉五啊 5500k的 好吧啊 一定要让他晚上亮瞎太和金狗眼 哦 ok 内胆咱全都取出来了 专业人干专业事啊 灯还是让专业的人来搞 透镜就老化了 对吧 面罩也老化了 那我们给他保留这个灯 给他省点钱 一个灯一万多呢 对吧 这样呢 花点小钱办大事 尤其最重要的是什么 打底要打透啊 我们这个底全是打透的 该拆的东西都拆掉 不会说给你灯也不拆 什么都不拆 就给你啊 边角缝里面这么杀一下就算了 这个叫责任心 啊 该拆的东西都拆掉啊 同志们 不要偷这个懒 干磨的尤其都给我磨透了 一定要打双组份底气啊 不要给我挂红灰 游戏碰完了啊 很漂亮 抛广角抛一下 就可以交车了 总感觉哪里不对称 洗西装配就皮鞋嘛 我们左右一里吧 你不要怕 我们吧 我们会不吻 雨得下吃 雨得下来 雨得下来 吃火 你们快乐 雨得下来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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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实在是太漂亮了 美不胜收啊 比姑娘的黑丝都好看 这原来发黄的白内照的大灯 现在是炯炯有声 检查底盘 检查一下底盘啊 大体是好的 但是呢 过坑有松散的感觉 这个铝座烂掉了 铝座 这个也烂掉了啊 底盘大概都正常 两个小东西啊 再看一下发动机有没有问题 这个是272发动机啊 跟老奔驰s是一样的 又个底座店 只有三车神秘风电 对吧 还有里面那个发动机后盖啊 发动机后盖要换点漏油了 还有漏水的地方看到没有 漏水啊 有意想吗 看下故障啊 什么故障 车外温度传感器 缺钢 进气功能失效 进气功能失效 直接搭电都不会动 这样的话呢 相当于就没有真空的嘛 对吧 我要自己定调 这个倒是换一个啊 换一个换一个 这个这个搬下 搬上 这个这里面已经是改过了 是吧 改过了 是吧 啊 啊 这个那这个是好的啊 下水管漏水啊 下水管 他这道水箱下水管去是吧 嗯 这个后面他一变一个 还是就这边有 就这边有 塑料盖换一个啊 奔驰管子 反正十个里面九个都这样的啊 直接换掉 左右都要两根都要啊 两根都要 这个二次攻击棒呢 拿个博士就可以了 他原厂就是博士代工的 原来的这个棒呢 他咬死了 所以把保险也烧掉了啊 保险烧掉了 所以说换这个棒呢 连大保险一起换掉 那这个大保险看到没有 等一下 我拍个照 这个四十岸的大保险啊 他这个奔驰啊 他也用塑料键 如果这个东西是金属的 然后直接打胶的话 那这辈子都不会漏了 对不对 替老铁省钱啊 后盖用马勒的 其实跟原厂的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水管漏啊 但是呢 其实就是这个蜜蜂圈漏 但是对不起 厂家不提供蜜蜂圈 这个好像跟宝马一样啊 都会漏这个垫子 都已经压扁了 肯定漏啊 对不对 这个解蜂器的蜜蜂圈跟蜜蜂垫也要换掉啊 这个垫子都换掉了啊 换掉以后 就不会再漏 至少若干年之内不会再漏了 这个水管直接就用盖磁的啊 绝对没问题 刚才在省点钱啊 换两个铝座算了 本来是要换百币总成的 本来是要换百币总成的啊 替老铁省点钱就换个铝座 打到以后躲躲热 然后把汽油换掉啊 好 有用了啊 哎 有用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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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用了 这个声音这么吃啊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皮带轮坏掉了啊 奔驰通病 更换空气滤心啊 也不一定要用原厂的 国产的也非常ok了 十年前吧 啊 空气滤心到位啊 这玩意儿就是塑料管啊 没必要用原厂的 国产的很ok的 相信国货上去吧 这个发动机里面 它也不干净啊 在哪里换的机油啊 要我去 太恶心了 把机油放点啊 它都太脏了 我还得洗一遍给它 这个就是很容易换那个轮子啊 盖池的 原厂就是盖池代工的吧 应该 不一定的 咱把这个旧的轮子拆下来啊 奔驰车很容易换这个轮子 好 然后咱们把这个新的装上去 这个变速箱油啊 也已经跟机油一样黑了啊 你要再不换这个变速箱都废了 这个是奔驰的变速箱滤芯啊 国产的啊 国产的 这个东西呢 国产就没问题 它就是个过滤网而已啊 相信国货啊 啊 这国产的 看一下看一下 哎呀 好恶心的 绿色的啊 这种开不了的 这种 换变速箱油 不使油底壳 那就耍流氓对不对 油底壳洗干净 密封垫换掉 准备上去 这变速箱滤清换上去了啊 他把早上那一节红颜色的给他打掉 先加一桶普通的清洗油啊 四升的 然后再加四升这种专门的洗油泥的东西 倒进去以后啊 怠速洗它个几个小时的呀 怠速清洗五到六个小时啊 希望能够把里面的油泥给他洗干净 洗了三个多小时 四个小时啊 现在咱们把这个洗出来的这个油泥的溶解物给他放掉 你手小心一点啊 很烫的 螺蛇有点长的 小心啊 很黑很黑啊 这个就是洗出来的油泥啊 洗完以后啊 发东西里面干干净净啊 希望以后要好好保持啊 千万不要再用那种什么 88949的168169的那个机油啊 机油的话呢 咱们用这个机油啊 怎么样 档次应该不低了吧 算是顶流机油吧 油品媲美精美服 对不对 看一下啊 它符合什么标准 它符合奔驰的 229.5 对吧 这个272发动机就是229.5的标准 使用全合成机油啊 这个必须是全合成的 不能是8899那种啊 不然怎么死都不知道 这个轮子也一想啊 也一起给他换点 这个轮子也换掉了啊 也是盖池的 他原厂就盖池代工的 皮带张紧器一纳的 皮带盖池的 实在是太响了 没办法还得换 现在这个发动机啊 就润物细无声了 对不对啊 但是呢 我觉得可能这个发电机的皮带盘可能还得换 就是这个皮带盘啊 但这个皮带盘呢 奔驰不提供 你只能换发电机总成 消一下故障嘛啊 有可能各把点火星星还有不好的 那到时候再换 刷车 剁车灯 嗯 货物灯 这个是国产品牌的啊 咱们也不咱们也不藏着掖着 对吧 原厂店就是原厂店 品牌店就是品牌店 跟客户讲清楚的 这个都流血了 全部搞好 准备洗车啊 那是稍微保养一下 就完事了 下雨天啊 但是出于太多问题 我们要给他洗一下啊 发动机里面没有故障了啊 都正常了 这个内饰啊 都保养过了啊 干干净净的 但是呢 像这个这个边条的这个就没办法了啊 这个的话只能够换 买都不好买 现在就舒舒服服的 没有任何故障嘛 这才是奔驰应该有的样子 完美交车 记得点击关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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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